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下一場是三位 只有一位是從丹江大學嗎 然後有其他兩位 我們就是等一下會請他們 就是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就可以開始你們的分享這樣子 現場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然後在正式介紹這一個 開場之前先很快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惠如 然後我目前是在丹江大學大傳系教書 然後這一門課是一個叫做 資訊採訪與編輯的課程 然後本來要自我介紹就開始講了 就是他這個課程其實是一個起點 那起點是在於說 我們怎麼反思新聞教育 在當代這個數位時代底下 還可以做怎麼樣的嘗試跟實踐 所以這門課是一個實驗的開始 然後我們已經做了一年半 現在也正在做第二期 所以等一下會再講更多 有關於我們怎麼在課堂上 把媒體這個概念結合進來 把寫新聞這件事情結合進來 他怎麼樣變成比較數位這件事情 然後接下來 我是 我是淡江大學大傳所的學生 那我是這門課的助理 我叫周明君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許家駿 我是負責維運這個專案網站的人員 這樣子 好 然後最後再很快的再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通常一般的大學課程 沒有那麼多資源 很難有一個助理 然後還有一個工程師一起協助 這整門課的創新的實驗 然後所以其實是我們淡江大學的 那個社會責任的這個團隊 他們聽了我們想要嘗試的這個計畫 覺得很感興趣 就決定就是支援我們可以做一些創新的實驗 這樣子 好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分成三個 第一個部分會來談說這個課程的發想 然後為什麼要這麼做 然後談一談說 其實在這門新聞 新聞才寫的這樣一個課程上面 我們怎麼把數位或者是 coding各式各樣很困難的東西拉進來 希望把寫新聞這一件事情做成是一個 符合當代的讀者 特別是他的介面是符合使用者的需求的 特別 又特別是現在的讀者在閱讀各式各樣新聞的時候 他已經跟傳統讀者的讀新聞的方式是不同的 所以怎麼樣把讀者的思考這一點 帶進到新聞採寫的課程當中 讓他們去寫新聞 並且去編新聞這件事情 變成是課程的重心之一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當我們把數位這個元素拉到這個課程裡面 希望讓學生做出一些跟過去傳統 新聞教育不一樣的作品的時候 他遇到的各種困難點跟有趣的地方會是在哪裡 那最後一個部分會請我們的工程師家俊來談一談 當初我們在設想要建立一個平台的時候 那個後台它應該要長成什麼樣子 不是只有家俊一個人懂 而是作為文組學生 從來都沒有寫過程式 然後也搞不清楚狀況的學生 他們要怎麼樣進入到後台 然後完成我們所希望的那種比較適合當代讀者 來閱讀新聞的介面 好 然後很快我就開始來介紹我們的課程 那這課程其實過去當然不乏有類似像這樣的設計 那但是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會有兩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一個點就是當大學生不太關注在地的議題的時候 怎麼把大學生拉進到學校附近的社區在地的議題當中 特別在台北淡水 現在有各式各樣的交通的開發案正在發生 然後當地的居民有很多抗議 當然也有支持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把學生拉到可能是抗議的現場 或是陳情的現場去理解說那個交通議題 對於居民的影響或說對於環境的影響 所以透過這一門課程讓同學們練習 進入到議題的核心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我們剛剛所提到這個新的平台 過去可能不用太去在意讀者怎麼讀新聞這件事情 我寫出來你就讀就對了 但是現在讀者面對那麼多資訊跟新聞的時候 變成是他的體驗很重要 所以怎麼樣創造出一個新的閱讀的體驗這件事情 變成是回過頭來看 教他們寫新聞這件事情要在納入的元素之一 所以這個課程它會有各式各樣的策展 包括說實體上的策展 怎麼樣讓他們看到一些跟校園裡面的同學 在圖書館的一個展場裡面來介紹他們所報導的各種人事物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線上的策展 怎麼樣把一個好的新聞的題材 然後呈現在我們架設的這個平台上面 然後讓更多人可以閱讀 並且那個素材跟題材是符合某一些比較好的呈現的方式 那接下來 那這也是其中一個就是同學們他們做的 你會發現說他們這樣做的方式 它是比較符合當代在閱讀新聞的那樣子的一個設計 比較像是融媒體的設計 那接下來請明君來談說 學生是怎麼樣做平台新聞的 好 大家好 那我接下來就繼續講 那就是大家前面老師就是有提到 其實用數位新聞的形式 要去思考 讓學生思考說要怎麼去說故事 那其實在報導裡面 報導加入一些篇幅啊 然後圖片 影片 都必須要納入這些考量 然後也必須要思考說 它必須要怎麼放置 才可以讓整個版面設計 它是有互動的內容 而且看起來是視覺化的 然後讓讀者會比較容易去讀取資訊 那我們現在就首行看一下我們的新聞內容 那這邊的話 我們等一下就是 旁邊大家可以掃QR Code 旁邊大家可以掃QR Code 進去看我們的新聞 那這個的話是我們上個學期做的 然後叫做蛋立來新聞實驗室 那第一次我們就是到3月23號的時候 剛好淡水有一個公廳會 就是因為淡水老街 它要進駐清貴 那時候居民其實是反抗的 所以就有很多的居民都到這個公廳會的現場 雖然它是政府的公廳會 就是想要聽居民的意見 但是其實現場還是有一些爭執啊 吵鬧啊 或者是也是有支持者到現場 所以就是第一次讓學生在現場採訪的時候 也讓他們去思考說 要怎麼把新聞放在網站上面是可以吸引讀者的 所以在照片的選材啊 然後文字要怎麼寫啊 都是就是上網站的重點 那我們工程師就是會將後台模組 就是設計模組化 會讓學生比較好去操作 那就是透過後台一些新增圖片、影片還有文字的方式 就是可以簡單的呈現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文字壓在圖上面啊 比較視覺化的功能 那還有就是可以新增不同的顏色區塊 讓學生可以去做一些採訪後繼 或者是可以去做一些簡介 像是有採訪到綠蒙 那就是幫綠蒙做一個簡介 然後旁邊的話是他們採訪的學者 對於就是淡水的交通的觀點 那接下來這邊是我們到學期末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從3月到6月讓學生做練習 其實時間蠻短的 但是學生在互動新聞上面都有提供一點意見 其實我們班有大概70個人 然後比較多人提出的就是 就是用線上互動新聞它其實呈現的方式它會比較多元 跟以往我們傳統媒體就是要思考的地方會比較不一樣 就是信心媒體的方式 然後還有就是他們會去思考說內容要怎麼互動 那它現場的時候照片就要怎麼拍 但是他們覺得比較困難的一個點就是 大家也知道從3月到6 其實不到3個月的時間 就要學習要怎麼去上網站 然後稿子要怎麼編排等等的 然後他們也覺得就是 就是其實一個工程師面對70個學生 其實他們也是覺得工程師壓力很大 尤其是到我們要展覽之前 然後工程師要必須趕工 趕工幫他們去做網站設計 所以我們這一個學期開始 109學年度開始就是 我們就開始就是先讓一些些學生 先去學習怎麼去上網站的圖文 因為我們其實是一學年的課 那上個學年度就只有下個學期讓他們練習 所以我們就先規劃學習 讓同學先去上傳一些圖文 我們平常在資訊採訪課程裡面的練習 去做環境的觀察等等的 那大家都可以上去看 接下來的話就是由工程師來介紹 好 大家好 我是家俊 然後我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的這個專案的後面的一個內容管理系統 它叫做Drupal 那市面上常見的說法 就是內容管理系統會叫做套版 可是我對這種說法有點不以為然 就是內容管理系統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部落格 對 就是一個部落格的後台 但是它有像Drupal它的話 它是更複雜的更有彈性的一個系統 那像大部分的那種管理系統 它可以透過模組 去形成模組來擴充功能 然後去增加它的彈性 那像Drupal它的話 是比較適合運用於複雜的場景 好 比如說工部門的官網 或是電商或是獨立媒體這樣子 Drupal它在市面上的市占率是比較低的 這是因為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它很難學 對 它很難學 但是它對另外一面 它是一體兩面 就是說它對微運跟開發者很勇善 好 比如說Drupal這個平台 它有 它跟一些指令列工具有做深度的整合 就你用指令列工具可以很輕鬆的 去創建一個新站 或者說去安裝新模組去更新 然後去重整資料庫 甚至說去把資料備份到遠端的主機 做同步這樣子可以很輕鬆的 透過指令列做出這些事情 那可是另外一面就是說 它的web界面沒有那麼好用 可能是安全性考量 可能是其他技術考量等等 就是說我們不太能夠用滑鼠點一點 就處理好更新或處理好同步這樣子 好 那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它的 它的外觀或是說視覺方面 它有一個很好修改的模板引擎 然後它社群有做了很多的 跟一些常見的前端框架做整合的模板 比如說boot trap 那這些不景主題呢 因為有跟前端框架做整合 所以它其實可以很輕鬆的做出坦性的修改 對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來說 另外一方面來說 就是說這些社群提供的不景主題 都是一個怎麼講 就是空白的 空白的布景 它是用來讓你客製化的 所以它的設計其實很單調 對 就是不是那種開箱即用的 對 那像我們市面上常見 wordpress 它就有提供很多漂亮的主題 對 但Drupal的布景主題都是 空白素素這樣子 所以它對大部分來說 它是沒辦法開箱即用 所以它有一個學習曲線這樣子 在這個專案裡面 我們那個單一來的一個專案裡面 我們發現說其實現在的同學 他們對於po文這件事情 其實他們的想像都是像Facebook 或是其他的search媒體 就是po文就是一個po 就是把文字貼上去 然後圖片另外處理這樣子 可是像我們是部落格時代長大的 我們進入網路的時候是部落格時代 那個時候其實有必須做比較多編輯的動作 對 我們會考慮 我們會考慮比如說圖片文字怎麼呈列 那是我們那個時代的事情 那到了這個時代呢 就是變成說 不太會用的使用者就只是po 那可是另外方面又有像比如說報道者 或是端傳媒或是reader 這樣子有做一些很酷炫的專題 很厲害視覺效果很好有 有互動的專題 那就變成我們會覺得好像更加的 更加的分裂嗎還是說斷裂 就是會用跟不會用的人差非常的多 那所以我們會希望說有什麼辦法 可以減低不會設計或是不會程式的人 怎麼運用一些工具去做出一些比較好的視覺效果 對 那後來我們就發現有這個 Drupal有這個prograph這個模組 那它簡單說就是一個一個欄位組 我們可以在編輯頁面呢就是去做一個欄位組 然後填入相對的值 那它到前台的時候就會套出相對應的效果 那比如說 這是筆嗎 那比如說我們這邊有 這邊有一個欄位 這邊有一個段落 然後它有三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是背景 背景顏色 那第二個欄位是 什麼 第二個欄位是寬度 第三個欄位是內容 好 好 好 那 那 跑到前台的話我們就會看到 比如說這個寬度 這我們剛剛寬度是窄的 然後背景顏色是灰色 然後內紋是這些 那我們可以明顯看到說跟下一段的樣式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就是可以從 呃 後台的欄位去 去設定說前台或者它會長什麼樣子 對 那這是基本的應用 那還有 那 那 就是那個 Prograph跟一些前段框架有做整合 比如說市面上最流行的叫Bloodstrap 對 Bloodstrap是一個 呃 美觀 然後又怎麼講 自適應 它可以 它可以符合各種不同的 裝置 版面 的一個前段框架 那它會有一些 一些效果這樣子 對 那 那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再克制 克制 自己 自己做出另外一個效果 比如說視察滾動 那比如說影片 把影片當作背景 等等這樣子 好 那 呃 因 因為時間的關係可能就不做 不做掩飾 那 那 時間還夠 我做一個 時間還 OK 十分鐘好 那我 好像不夠 算了 不好意思 怎麼 都怎麼變大 好 那 那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關係就沒有辦法做操作 那 呃 我們可以看 我們看一下 那 帶到處 我們可以看一下那個頁面 那 那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換 這個換燈片 就是bootrap它內建的一些功能 然後 然後 這是 我們成果展 可以看一下有一些 比如說彈出視窗 這樣彈出視窗 那 那 這是同學做的影像 影像地圖 對 這是一個svg 然後點 圖片上可以有超連結 然後 對 然後就連到相應的文章 這樣子 對 就是有做 大家有一起做出一些效果 這樣 那 我們是 跟 因為jupro它是一個開源工具 然後我們想說 開源在這件事的上面有什麼意義這樣子 那 那其實會有一些困難的地方 比如說 現在 像fb已經太過流行了 大家可能不會想用 一個更複雜的編輯平台 這樣 那 所以還有 我們還可以再思考說 要怎麼往前走這樣 最後20秒 就是說這門課也會希望說 怎麼樣透過一個更好用的平台 或者是一個所謂 更適合當代讀者來閱讀新聞的那個形式跟創作 他在課堂上還可以做出多少 多少新的實驗 那這是我們正在嘗試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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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们现在在slide上面有两个问题 如果在slide之前我有就是我个人有一个小问题想问 就是因为刚刚在那个最后当头影片有讲说 那个就是部署跟维运Juple的门槛高 对然后据我所知因为在台湾就是因为有 我知道是有公司会推荐Juple给很多NPO团体 所以像我以前工作的NPO也都是用Juple 所以我其实就是有一点实用的经验 但是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就是 以开源工具这件事情来说 对于NPO其实真的门槛蛮高的 对那就是有一个写在上面的思考 就是好像还没有答案就是说 你们觉得就是对于一些地方团体跟NPO来说 就是如果我们要找FBI的工具 以线线阶段来说如果要对他们来说 门槛不要那么高的工具 你觉得你们觉得什么样的方式是会最好的 但我可以很快回应一下 因为之前我们也在NGO组织工作过 然后的确会有这样很深刻的感受 然后我也大概了解说 现在很多NGO团体会跟开源社群合作 或许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第一步 就是说他需要有这样的尝试 但我会发现说对于NGO组织来说 他们的人力又吃紧又没有钱 然后如果现在要真的认真 要跟开源社群合作的话 会发现说他可能有的时候没办法长久 然后会有各式各样的原因 导致于他没办法持续做下去 所以到底可以哪边有更多的资源 来协助NGO组织 NPO组织跟开源团体有一个更好的关系 然后并且开创更多可能可以用的工具 这个是我也还在想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发现的确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然后Seattle上面有人问了问题说 目前台湾各校的新闻系开课仍以传统媒体训练为主 然后也因此以温助学生为主要招生对象 所以你们觉得面对现在视觉化跟资料新闻的趋势 一些新闻传播学院 他们已经在思考这件事情了 然后也把课程融入进去了 如果虽然我不是政大 但至少知道说像是政大传播学院 他一进去就是不分组 不分细的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学校 像在我们学校的话 其实蛮提倡的是 就是那比较共融 就是说跨域的跨域整合的学习 包括说是邀请理科的学生理科的老师 然后文组的学生文组的老师 一起共创一个可能合作的机会 因为我在想 就是说理主学生可能就是想要去读理主 就不会来这边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困难 但我觉得是说 有没有可能把类似像这样的课程 设为一个通试课程 然后它是一个model 就是说它好几个课程 然后你可以从 就是program 1、2、3 一直往上学习 那你就可以在那过程当中 来自理主文组的同学 一起来训练 那我觉得它会更理想 但如果你一直只放在传统的 这个课程设计里面的话 就会像我们遇到的状况 你一个学期16周 你又要学采访写作 未来又要再学podcasting 又要学什么又要学什么 又要学coding 但完全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是困难的 它需要好几门课来搭配 这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问题蛮有趣 就是感觉有点像是 你们需要理主学生 还是说理主学生需要里面 就是理主学生需要学新闻 还是说你们需要理主学生来学新闻 这样的感觉 然后下一题是现有工具 就是有人提到那个Mac web 你知道这个工具吗 就是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那个什么 这个工具有点像是 就是你可以即时 有点像现在Google Site 好像有这个功能 就是即时在现场协作的一个 做网页的工具 主要是协作 它重点是协作 对对对对 那不过我们重点不是协作 我们重点是 酷炫 不是啦 就是要有一些 不要克制的效果 对那 那不过我们 我们是想要说 就有点像那个报导者的 另外这次的session 就是说我们去 做一个 可重复使用的罐头效果 对那可是 虽然说是罐头效果 但其实它有很多个组合 对它可能比如说 可能有30种效果 那你怎么样知道 要在这个地方使用 我有三个 我虽然有30效果 30个效果 但是我在这边 适合用的是三个 那我怎么挑最适合的那一个 这样其实也是另外一种训练 对那顺便补重一下上一题 就是我本身是文族的 对我本身是文族出身 那我说真的 我这个专案里面没有很多coding的部分 对主要是使用 那像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多的前端框架 是不需要太厉害就可以用的 对那 对那其实你主要 我觉得与其说很会coding 还不如说你知道什么地方要用 什么功能 对你去了解它并不是 并不需要很转眼 这样子这是我的想法 我想很快补充一下 我觉得除了刚刚 大军说到很酷炫的效果以外 我觉得是说 是在那个教育现场里面 你怎么样跟学生 你自己也要改变那个思考的方式 就是说你过去思考新闻 应该怎么写的方式 现在是在想说 你除了想新闻的内容 而是它的形式怎么样 fit在不同的媒介上面 并且很好的被阅读这件事情 就是转换那个思考 有点像现在UX UI的那个概念 那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融入到 新闻写作里面跟创作当中 这需要 就我们都还在摸索这样子 好 我们下一题是学生们 会一起共同编辑一篇新闻吗 如果会的话 他们怎么协作 这好像跟上一题有点类似 就是 协作工具就是 除了就是要酷炫之外 对学生来说 这个应该说我觉得 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 就是对于学生来说 他们有什么偏好的工具吗 还是说 怎么说就是 对学生来说可能酷炫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对学生 就是 我觉得学生现在 我觉得现在又有点 有的时候会有点本末导致 有的时候他们会为了想要酷炫而酷炫 但是多放了太多的那一个 有30种效果 他就想要放38种 然后结果他又忘记那个新闻内容的本质是什么 实际上你给人家看这个数据 你不用让那个长条一直跳来跳去 这样的话他其实很难看 那我觉得这是另外 就是我刚回到 回到刚刚讲的 就是说你现场除了去了解说 可以用哪些东西外 以及你为什么要这样用 如果你都不需要这样用的话 你又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一篇长文写出来 但是你前面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把影君录翁 进来好好读完这4000字的长文 我觉得是可以的 不是说你每一段都要让别人惊吓 或是要很多的互动 那这也是还在摸索当中 但是刚刚讲到那一题是 我们的助教他其实花很多时间 就是带着学生们一起学习 怎么在后台编辑新闻这样子 你要讲吗 就是要你讲 可是我们有先做 没有回事 那我这边的话 昨天晚上也才跟三个同学 就是教他们怎么上传文跟图 因为其实现在的学生跟就是像他刚刚说的 其实都没有碰过五名小站 我昨天有问过 三个都没有碰过 然后要教他们也要从后台 打开 打开 就是从后台 然后教他们怎么登录上传文字 这些基本的 然后还有新增一些宽背景 或者是段落怎么放啊等等的 这样就是线上教学其实就可以了 因为其实大传系都蛮忙碌的 刚刚是很适合一个那个农场标 金爆大学生已经不知道部落格是什么了 有人问说什么是更适合当代使用者阅读的新文和写作 有什么contributing factors 深吸一口气 更适合当代使用者 我反过来讲这件事情好了 就是说我在现场看到是我们年轻一代的同学 连他都已经是大就是学传播的学生 他对于资讯很不耐烦 然后他是使用多种媒介 同时在各式各样资讯中跳来跳去的 然后他每次来讨论新闻这件事情的时候 只要看到稍微超过三百字的文章 就会觉得说这个文字太多了 我读不下去 这样不够吸引人 所以我会在想的是说 如果当代的乐听人是这么的容易不耐烦 这么容易的被各种资讯拉走的话 那你到底要如何让他认真 对不起 你如何让他赶快 对不起 因为我看到时间到我就 好 然后你如何让乐听人愿意 静下心来读你的文章这件事情 我没有一定的答案或者是建议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学习 特别是现在刚刚有提到说 很多新的媒体 端传媒报道者或是reader 他们在做一些尝试 然后现在也有越来越多学校跟他们合作 那我觉得这样的合作是 帮助这些学生也同心去审视自己 到底是怎么读资讯这件事情的 那我觉得如果能够理解这件事情的话 去 但是我必须讲 这样的方式又好像就是在讨好乐听人 但是在这个时代又好像不得不去 先把他们都抓进来 然后我觉得就是陷入这种两难 那这可能对于传统的记者来说 他们可能会觉得很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以上 好 我们最后最后一题 传统媒体分工很细 那未来的数位新媒体应该 也会是这样的走向吗 对 我觉得分工很细 但是如果就我现在所观察的话 我会觉得现在的媒体的分工 比过去更强调的是团队合作 跟更多时间协调讨论 你会发现过去记者写完稿 摄影师拍完就直接上编辑弄就好 他们不用太多沟通 也不用去讨论说我要怎么拍版 没有 因为现在如果你记者 或者说我们现在在做个新闻专题的时候 你在最最最最最一开头的时候 你就在想说我这一篇东西 我或是我做这个专题 我接下来是要放在Podcast上面的 我要放在影片上面 我要放在容媒体上面 还是什么东西上面 所以你在前面的时候就在设想 我接下来要收集到的各种资料 或者采访的各种素材 它要怎么样有效的被 那个网页的设计师呈现出来 所以它变成是更多的沟通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 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之一 好 谢谢 那我们今天就是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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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